2024年5月2日 澳湖战争组合第七八九十九日 4月30日凌晨 军队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暴弹集击 目标包括了部军区防空司令部所在立的 占福安伊基层 俄国防部位于赐诺莫尔斯基的指挥部 申飞诺波尔的黑海艦队基地 以及沙斯基地区的第3一防空司导弹基地 与以往苏尔24发射风暴阴影不同 这次由海马斯发射了至少12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发话 ATACMS包裹够洗 烏拉不用省弹药 该用多少就用多少 申飞诺波尔距离最近的烏拉控制领土 约225公里 因此可以确认 烏拉收到的 涉及300公里的ATACMS导弹 正如烏拉国防部情报总局局局长 布特罗夫寓言的这样 哈利马尔大桥的倒塌 已经进入倒计时 现阶段先将周边的 军事基地 和防空截施打塌 烏拉国防快报的军事专家 马尔利利利亚比赫4月29日表示 烏拉国防正在哈利马尔开辟新的战场 已经列出多达200个哈利马尔的军事要地 包括军用来掩护部队的所有防空截施 这都是烏拉要摧毁的目标 计划先将它们全部摧毁 最后才是大桥本身 当然 这种打击亦是有重点的 利亚比赫自信 半岛被几个河军强大的防空部队覆蓋 这些部队位于几个关键地区 其中只是占科尔 那就是为什么从事10周开支 对哈利马尔的新引力导弹打击中 占科尔一次都没来地 第二个重要节点 亦位于塔尔汉库特国地区 这个地区有一个强大的防空中心 可以覆盖半岛西南部 包括塞亚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 缅瘦瓦的袭击 第三个月是最强大的防空部队 也许是由俄罗斯占领者 在哈利马尔东部黑赤地区建立 它的主要目标是 保护哈利马尔大桥这座非法建筑 以及位于防止过境点地区的 蜜楼设施和储存基地 以及整个黑赤海港 专注于瓦瓦瓦问题的 华盛中军事分析家 菲尼普卡巴说 ADACMS的交付是一个重大突破 它基本上可能使哈利马尔 在军事上变得毫无价值 烏拉南方的防军 战略通讯中心负责人 普莱藤邱克说 俄军已经不预议 让满所燃料的火车 通过哈利马尔大桥 你又在怀疑 这座桥的完整性 烏拉战场上 巴默特方向 最见战争焦点之一 克索富亚尔东的情况是 俄罗斯军队在巴巴山尔南 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一次到达了这条逐战上的水路 不过 埃塞尼亚情报部门判断 俄罗斯在5月9日前 占领作举有重要战略异义城市的愿望 恐怕要落空下 这将是一场 进展缓慢的 城市拉脚战 阿弗迪福卡方向 俄军继续从欧千利低力沿着铁路 向西北方向推进 控制了新阿里斯坦德尼夫卡 东郊附近的 伸众证员 但代价是惨重的 前一天 或第三队的女 殲滅了两百多名俄军官兵 其中一个女偵察兵 和第二队的军兵合作 以令伤亡 在一场战斗中 就击毙了三名俄军 一个俄国士兵拍摄了 他们自己的船身 利点大约就是这个众席园 每平方米可以看到的 尸体数量非常惊人 东部前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集结 俄罗斯军队已经完成了轮换 并恢复了攻势 大乌军在来曼方向 奇迹地组织一次反攻 占领了一个小村庄特尘卡 并将一步向南移动 只有图片报报道 俄罗斯可能会对乌拉第2大城市 哈尔科夫发动进攻 多达4万名俄罗斯士兵 可参加这一轮攻势 四个车程营 已经抵达距离苏门区边界 150-200公里 较布罗尔前线 俄罗斯攻势陷入停滞 过去一段时间 乌拉军队在这个战区 系统性摧毁了 9个俄罗斯防空系统 和3个电子战车线 为模仁机主导战场铺平了独路 在2024年头2个月 乌拉生产了20万架FPV模仁机 并计划在2024年生产100万架模仁机 以来没炮弹的短权 乌拉摧毁俄罗斯火炮系统 突破1.2万 美国周三公布最新一批 对俄罗斯侵乎有贡献的制裁名单 包括三百多个俄罗斯和其他国企业 其中有中国的几家实体 美国制裁这些实体的理由是 中国帮助俄罗斯进行 至苏联时代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抗战 其触落之快 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周三的制裁目标 指向向俄罗斯提供 以制作火药和火箭推进制成份的 消化超微素的两个中国集团 以及这些化学产品的俄罗斯进口商 我们先讲讲消化纤维素 纤维素俗称消化绵 是制造火炮和炸药的关键原料之一 欧洲只是得很少的几家火药製造商 但全世界70%的消化绵都来自中国 去年以来 中共的一方面 断了对欧洲的消化绵出口 另一方面 又成倍增加了对俄罗斯的出口 导致俄罗斯的消化纤维素进口量激增了70% 2023年终极达3039吨 几乎是2021年的两倍 这就是欧洲对沃拉每年150万发炮弹的承诺 没办法兑现 而俄罗斯的炮弹量却成倍增长 好像怎样用都用不完的关键因素之一 还有两家中国公司亦上了制裁名单 一家是武汉环球感测科技有限公司 另一家是武汉同胜科技有限公司 这两家企业 都是俄罗斯一个军用钢壳製造商 生产了红外线探测器 红外线探测器最主要作用是用在生产打卡和装甲车的夜市仪 美国财战部 尽目标对准了 总部位于深圳的巨航航空 另一家生产磨碍机相关设备 包括俄罗船长 信号干扰器 感测器和发动机的集团 周三美国国务院的制裁名单 向北京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 无论以什么形式 对俄罗斯提供战争之前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目前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中共向俄罗斯提供 音学致命性武器 尽管中国从俄罗斯 大量进行原油 和其他物质填补俄罗斯 财政空虚 不遗憾的是 或者说是美国手下流程 没有制作传说中的 中国金融机构 说他 和布林肯访华后 中国新段有所放下 释放着缓和局势的 信号有关 当然 我个人认为 中共应该 还在精密电子元件 以及 电子战方面 帮助俄罗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月内幕5月1日报道 美国防波负责 採购的次长 拉普勒 但最近表示 俄罗斯的电子战 已让美国支持 烏拉的一种 正确导入武器失灵 由于拉普勒没有明确说明 具体是哪种正确制度武器 所以目前外界有多种猜测 其一 是美国的GPS 导引神剑炮弹 神剑炮弹 第一次在烏拉使用时 仅有70%的击击目标效率 但仅仅经过六周 因为俄军调整了电战反制系统 有效性迅速减速度 当然只剩6个爆分点 拉普勒特暗示 欧阳对这个实验翼武器失去兴趣 当来面临生死存亡的人 送去一些武器 而这武器没用 接着就会想起一遍 另外的武器专家则怀疑 是绿射小直径炸弹 GOSDB GOSDB是一种空射弹弱的绿射版本 研发资金在2023年2月获得批准 据报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 依靠GPS和内部系统锁定目标 非常适合瞄准前线附近的俄军后勤中心 不过 即使GOSDB确实失力 亦不是第一种触动俄军电战阻摇的 美制精确导引武器 美国援助的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海马士 以及联合直弓弹药 据报都已经因为俄军干预已多次失力 目前美呼双方正在一起合作研究解决方案 和反制措施 最后来关注南海局势 菲律宾方面表示 他们定期驶去黄岩岛周边地区 向渔民分化燃料和食品的船隻 遭到中国船隻的骚扰 中国海警船 周围向他们两只船发射高雅水寸 在南海有争议的黄岛附近的最新对抗中 造成了一些损失 报导说 这个潜探在菲律宾称为夏马辛洛赫 在中国称为黄岩岛 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但事实上受中国控制 菲律宾海岸警卫围队发言人 杰伊塔利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巡逻过程中 菲律宾船隻遭遇了4只中国海警船 和6只中国海上民兵船的危险阻禁 他说 中国船先让一只船发射高雅水寸 随后又向另一只船发射水泡 对两只船都造成损坏 中国海警3305号船 和BRP Bank 国号相撞 导致了刚受损 塔利拉自信 中国海警还安装了380米长的浮动屏障 覆盖整个浅滩入口 有效限制进入这个地区 其实 一个当月前的3月23号 就已经发生了一次菲律宾补吸船 被中国海警船发射水泡造成破坏的事 事件发生在有争议的 南中国海 第二托马斯潜滩附近 第二托马斯潜滩在中国被称为人内招 中国声称 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历史性权利 也就是所谓的九段线 但菲律宾在2016年看的 英雄国际仲裁案 完全包围了你的主张 黄岸岛曾经一直由菲律宾控制 在2012年 双方对峙导致中国接管 最近中国与菲律宾的紧张国势 导致美菲之间的军事和民关系被重新机会 来自菲律宾和美国的 超过16000名士兵 正在参加定誉5月10日结束的 2020年兼并建演习 其中还包括150名澳洲士兵 100名法军士兵 演习主要在南海的巴拉望堡和巴丹省岛序进行 演练突击岛招作战 以及海上安全 防空导弹陣地 反弹导弹攻击 网络防御 信息战和协同指挥管控演练 其针对中共海关意味十分明显 以上就是今天的俄乌战防和台海风云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